選對的人 耐心的 蕭美琴 選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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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與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 今天上午九點前往中選會 在支持者的觸擁之下 也成為第一組登記的正副總統候選人 而賴清德在支持時 也特別強調他與蕭美琴 搭檔的三成意義 一起來聽聽他的說法 選情登記完成了 立馬當選 一定當選 剛剛 我和蕭美琴 已經正式登記參選 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 我和蕭美琴搭配參選 至少有三成特別的意義 第一 我們兩人 都具有國家的使命感 第二 我們兩人 也代表了 信賴台灣的國家方向 第三 我們兩個人 也代表了負責任 穩健執政的態度 賴清德強調自己是充滿信心 未來也會在正確的路上 繼續前進 副手搭檔蕭美琴 今天則是穿著黑色褲裝 搭配灰色的西裝外套 兩人在左胸前都別上有貓狗圖案 寫上選對的人走對的路徽章 而在今天正式登記之後 特勤中心也根據規定編主 由特勤人員來負責兩位 正副總統候選人的安全 選對的人 走對的路 選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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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對的人